广东 陆丰站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是要去哪里 今天峻谷是要去参加一个特殊的活动 叫做UP主遇见江西之旅 第一站将会去到江西宜春 票买了之后可以不用取票 直接用身份证就可以坐车了 来走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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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上去还有温泉池子 一个迷你的温泉池子 房间的环境非常不错 叫做公寮温泉 陆天温泉游泳馆 四月池一月池 这里的温度是42度 这里有一个当归池 刚好没有用 温度是40度 哇 太舒服了 这个温度刚刚好 坐在池子底下 水刚好到脖子这里 当归池这里面是放了一些当归的药材 等一下去别的池子 这个是薰衣草池 不同的池子呢 它是有不同的功效 这个是具有排毒养颜 延缓衰老 好玩啊 好玩 舒服 第二天清晨 我们前往这次江西之旅的第一个景点 明月山 从温泉镇出发到明月山风景区 大概需要20分钟的车程 早上7点多就起来了 这台就是我们的旅游大巴 现在8点半准备出发了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明月山 还有今天我们线路的大概的一个时长 怎么走 然后是这样的 明月山的话它是整体走一面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平时的这个游客的浏览线 你走一步就要3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到了明月山了 要先坐一段观光车了 平时一般的话就要进入景区了 然后不行 我们今天就不用不行进入景区了 但我们取了票之后还是坐这个车 但我们还是坐这个观光车 然后直接到达缆车站 然后坐缆车直接上去 这样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然后给大家更多的一点的时间 能拍摄的一点的时间 已经到了明月山游客中心了 这里有一个旅游区的简介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江西风景读好 等一下要坐15分钟的缆车 明月山 这个名字非常特别 进来坐了一段观光车之后呢 现在准备坐锁道 这位是给我们拍摄的模特对吧 不是 明月山山水奇特气候温和 年平均气温在12到15摄氏度左右 适应各种动植物生长 素有天然动植物源之美称 因为原始风貌保存良好 植被茂盛 所以空气富氧离子含量高达 每立方厘米7万多个 是国家标准的35倍 堪称天然阳巴 这里有万寝珠海 清脆玉滴 坐在缆车上 穿行于竹林之间 令人心旷神怡 角道山腰呢 它是十万某整体的 全部都是这个某珠海 就形成的珠海 然后到了这个 从山腰到山顶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桥木 桥木类的松树和山树为主的这种植被 这个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就是人为 这个都是自然形成的 对 我们这种毛竹 不可能就是说是人为 去开发这么大片的毛竹 这是不可能的 一出来缆车啊 这个空气呢非常的凉爽 但是呢 这个气温呢 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低 在这边还发现一个明月山 清奢露营地 过来看一下 一台由拖挂房车做的小卖铺 等一下还要再坐一趟观光车 上到海拔1600米的 嫦娥奔月观景台 那么怡春呢还有一个圣地呢 叫禅宗 禅宗圣地 虽然这里不是这个禅宗的起源地 但是是禅宗的高度的发展的一个地方 高度的发展的地方 禅宗洗什么呢 禅宗洗涤心灵 这个我们叫禅宗洗心 这是怡春三洗 洗肺洗身 禅宗洗心灵 对 这个称之为三洗啊 等一下呢还要再坐一段观光车 会上到1600米的海拔 去到嫦娥奔月观景台 大姐您是来自哪里 我来自上海 觉得江西好不好玩 好玩 这是第几次来江西啊 当时来过两三回 两三回啊 明月山海来过 哦 都去过哪些地方啊 庐山 庐山啊 哦 庐山我都没有去过 井冈山有没有去过 井冈山去过 哇 厉害厉害 好 谢谢这位来自上海的大姐 我感觉这一棵树像是夫妻树一样 两棵一起长出来 现在来到青云战道了 现在穿过的这个洞呢 是叫做新月洞 这个新月洞啊 看起来呢 更像是一个石头的大的裂缝啊 非常非常壮观的云海啊 这棵树啊 有点像是银克松的感觉 对 我们这 最好加那一棵啊 对 那边都有 对 特别像是银克松 对 我们这种类似 青云战道 从这里要过去 不走回头路啊 青云战道的全长是有3100米 这里距离嫦娥奔月呢 还有1600米 到达月亮湖还有2900米 这一棵树啊 就是青云战道的银克松了 哇 你这个太吓人了 我不走了 我不走了 我 我 你走吧 你这样太累了 这个是有孔高症的 对对 孔高症 它这个有点有点过了 哇 这里风好大 这里有很多松树啊 是沿着山壁长出来的 哇 又一棵 银克松 又一棵 银克松 在我看来 明月山最重要的景点 莫过于青云战道了 青云战道位于明月山的峭壁之上 海拔1500多米 如盘云的游笼 微微壮观 战道全长3100米 因常年云雾流遥 行走之上有平步青云之感 顾名青云战道 正在观景平台上俯瞰群山 可感造化神奇 走在青云战道上 可以看到许多奇松怪石 绝壁上的银克松 姿态优美 枝干囚禁 它虽然饱金风霜 却仍然郁郁苍苍 充满生机 这个战道是真的险哦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 在视频当中其实看不得出来 但是假如说是在现场的话呢 我看到真的是有人 腿都远了 经过一块转运石啊 顺时针 腰一圈 哇 开始下陡坡了 有些路段这个石头是比较突出来 过来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 现在距离 嫦娥奔月观景台啊 大概还有600米 这个松树好奇特 树枝往下长的 非常漂亮 对 一层一层往下压 等一下去到前面那个观景台呢 飞一下无线机 这个平台非常好啊 可以飞一下无线机 轻云站道上最后一个观景平台 下面这个呢就是云海神龟 关于明月山 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南宋期间 明月山的山脚下 住着一位姑娘 名叫夏云姑 小民明月 她家境贫寒 靠打柴种田维持生计 云姑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心灵手巧 插秧 打柴 编竹器 织布 农活样样精通 夏云姑16岁那年 皇帝派人到全国各地 挑选秀女入宫 有一位姓张的公公 被派到宜春来负责选美工作 在选美的途中 张公公决定不要任何人带路 连马的缰绳都解掉 走到哪里算哪里 马进直就往明月山方向走 当经过夏家里的一座石拱桥时 马突然跪在桥上 张公公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用鞭子抽了几下 马还是不站起来 张公公纳闷 自言自语道 莫非这里有黄娘 如果真有 你这死马赶快给我站起来 长思三生 说来也怪 话音刚落 马呼的一声站了起来 并且仰天长思三生 这时张公公发现 河边有一位放鸭子的姑娘 穿着补丁叠着补丁的衣裳 戴着又破又烂的斗笠 就在这时候一阵风吹过 吹掉了姑娘的斗笠 她就是夏云姑 张公公问道 请问姑娘叫什么名字 夏云姑笑着答道 我的名字有时落在山腰 有时挂在树梢 有时下面圆镜 有时下把镰刀 答案就是明月 张公公见这女子不仅貌美俏丽 且机智伶俐 便选右宫 出进宫时 云姑被皇太后看中 选做天生侍女 在太子赵慎登基前一年 太子妃去世了 由皇太后做主 把身边这位聪明漂亮的侍女 嫁给了太子 次年赵慎登基称帝 云姑随即成为正宫娘娘 封为成宫皇后 明月山也就是因为 夏皇后的小民明月而得明 刚刚走了一段山路 就到了前面这里的月亮湖了 山崇水赋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青云沾道出来 再走一部分山路 就可以看到在山澳中的那一弯活水 它叫月亮湖 是明月山月亮文化和爱情浪漫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530米海拔的山顶盆地之中 水色成绿 月初时分 月雨水印 宛游净花水月 木制的环湖栈道 如嵌在湖上的项链 优雅别致 若在湖边借酒问月 抒发豪情万丈 布施为一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好地方 这趟旅行还有一个让我惊喜的项目 那就是高山小火车 一列列观光小火车 带着五湖四海的朋友 穿越千米碎洞 开赴杨氏木景区 穿梭在海拔1600多米的森林之中 明月山的美景尽收眼底 白天爬山 晚上泡温泉 这就是明月山最吸引人的地方 让身体置身于热气腾腾的温泉之中 治愈一切都市的烦恼 下一站将带您走进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 新鱼仙女湖 我们下期再见